大伙在看板前开心合照 享受嘉年华气氛 碰到穆斯林斋戒月后的 第一个星期天 上千名印尼籍劳工 各个身穿传统服饰 聚集在花博珍宴馆 参加台北市政府首次举办的 开斋节庆祝活动 台北市是一个多元的文化 也尊重宗教信仰的文化 尤其印尼非常多的 大概有30万的劳工 不管是他的家庭减薪 他的负担 带给家庭里的快乐等等的 都是值得我们感动跟尊敬的 科市长也希望我们 可以增加更多的 哈拉认证的穆斯林的餐厅 所以我们去年26家 今年31家 今年底会到36家 每年伊斯兰利9月 是穆斯林的摘戒月 他们从日出到日落 都不能进食喝水 却还得正常工作 相当辛苦 而开斋节就象征 摘戒月结束 等同于华人过农历新年 可以开始吃东西 和亲友团聚 由于台北市民 大部分对伊斯兰 或对穆斯林 时尚对的陌生的 开斋节是穆斯林 很多的国家地区 最重要的一个节情 例如在印尼 和很多国家地区的话 它如同华人在 办理荣历年的新年一样 全家欢聚在一起 开斋节过程中 众人朗诵古兰经文 带领信徒举行祈祷仪式 接着换多组表演团体登台演出 台下劳工也抢着合照留念 现场洋溢欢乐的宗教气氛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